哈囉大家好 我是蔡佳穎 我高中是台南一中二學班 現在是台大醫學系二年級 其實我不是從小到大就想要念科學班 我國小是國月班 國中會有機會登上 台南政府地的自由班就只有一間 就是健行國中所以自由班 在那間自由班裡面 大家就有一個風氣就是 高中要就讀台南一中科學班 我們班有30個人 17個人都考上科學班 都你們班的同學嗎 對對對 那種同學位的感覺 對 其他學校進來會覺得 健行的都是一個小圈圈 我們全校一個年級有700個學生 就只有科學班 有什麼女生 8個女生 100D 科學班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裡面有很多研究的資源 高中兩年就會把三年的課程上完 高三年就會去成大做研究 讀男校是一個怎樣的體驗 女生在這個環境中 我們接觸到的還是自己的同班同學 大家打成片子 那在教室外 因為我們科學班的教室 是在全家旁邊 我們學校也沒有開一家全家 中午去全家 每次工場就會非常的臭 我們通常都是一下課就衝不去 趕快去拿百萬 那就不用感受到很多人的感覺 碰到其他班級的學生的話 就通過社團 我高一的時候 其他參加有蠻多社團 國月社 管月社跟其他社 高二的時候就擔任我們學校的學生會長 辦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動 爭取一些權利 我可能會跑到各個班去宣達一些事情 那時候有一個女生 擔任學生會長 好像比較酷 全校會認識我的機會就會比較多 那我那時候去教育部開會 教育部青年署的署長 他就問我說 誒阿你不是台南一中的嗎 台南一中怎麼會有女生 那時候就跟他解釋 他就覺得說 喔好酷喔 所以也會比較吸睛一點 你這個制服跟男生不一樣是嗎 聽說第一屆科學班的時候 本來學校是預計 讓女生跟男生穿一樣的衣服 是因為那件在女生的穿著上來說 有點太不適合了 在操場上面就會看起來像一片圖 覺得女生應該要有自己的服裝 就是穿這件的服裝 全部都是訂做的 你有沒有什麼特權 班季賽的時候會特別的兌現 學校就是為了要鼓勵我們班的女生去參加這些活動 就有一個女生條款 彈球的話女生投進一顆分數兩倍 排球的話是女生上場就加兩分 上場三個女生 分數就先從6比0開始算 大隊接力是女生減6秒 好150公尺 太過於優惠了 身會不會被平投論者 會去社團的時候 有時候會聽到什麼 他們在排學姐的排名 覺得哪一個最漂亮 然後到最不漂亮 有時候會聽到是在排我們這一屆的 就是裝作沒有聽到這樣 會有很多人追嗎 因為現在實在是 太多機會認識其他學校的女生 通常都是要認識過才會交往 大家會想要追的女生 通常都是男女啊 惡種或是嘉芹 那你有收過情書之類的 有一個聖誕糖果的活動 你可以寫信 記憶包糖果 送給其他學校 或是自己學校的人 我們大概都會收到 9到10包的聖誕糖果 就會有一張卡片 裡面就會說 我當學生會長很厲害 希望可以認識你這樣子 如果太累了 記得好好休息 應屆的時候 學徹是考57級 就會覺得說 我一定要靠直考考上 後來直考也失利 很心煩意軟 覺得說 我怎麼那麼糟啊 其實非常的混亂 這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 你當初為什麼會沒考好 我當初會沒有考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太大 被磨相對來說會比較難 那但是其他出版式的考卷 模擬考比較簡單 我記得模擬考有三次 我有兩次是60級滿級 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學生一定可以考很好 就是因為我忘記北區還有更多很厲害的人 就比較大意 剛考完試的時候 爸爸媽媽媽跟我哥哥就帶我去美國玩 也是在這階段去思考 到底要不要重考 然後當醫生的原因是因為 我想要做一個可以跟人相處的一個職業 你能夠從故事去理解他的生命 躺在病床上面讓他可以站起來 是一個很幸福的事情 我兩個哥哥都重考 爸爸也就是重考 看到他們現在所過的生活 就會理解到其實重考那一年 對他們的人生沒有那麼大影響 真正重要的是你要堅持住自己 想要當醫生的夢想 那時候知道重考在要路上 一定會得到家人的支持 回美國的那一天 然後如果去重考外班 是爆名的 衝浩我覺得最大的壓力是 你不知道你這一次的考試 到底會不會成功 考驗不好 對 但是 為了自己的目標而目的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重考外班最有趣的體驗是 買飯吧 我們中午的時候 只有短短的 半個小時可以出去外面買飯 大家會衝出去 看看陽光當怎樣 吹個風之類的 之後又要進去 重考外班裡面 水深火熱環境下收工 大家真的會變得超近地熟了 可能上課會沉沉字條 對方很累的時候 會買飲料給彼此 重考班跟在高三的感覺 是哪一條 高三的學生都會覺得說 我應該這樣就可以去考試了吧 高中生個人就不知道 重考班那些學生有多厲害 重考是一個很累很累的過程 會覺得很想要放棄 看到大一很快樂的生活 覺得 為什麼要坐在這裡 然後他會告訴自己說 我是一個要做醫生的人 我跟人家的目標是不一樣的 我今天會坐在這裡 是為了我的未來 這件事情也是讓我在學測 可以證取 五間醫學系的原因 我重考的時候 學測就考滿幾分 你考60幾分 不代表你已經有學校了 面試又是另外一個關卡 並不完全是你的口條好就好 我了解到自己為什麼要成為一個醫生 高中比的每一個競賽 社團經歷為的是什麼 這樣透過服務學習可以幫助到更多 在這個社會上的弱勢 學生會的經驗可以培養 領導能力 反對合作的能力 在科學班 學習到學會前輩 因為這世界上還有太多太多 比一更厲害的人 這些經歷都是 以後要成為一個意識的養分 同時也是讓我想要去 服務別人的一個動力 到了現在上大學兩年後 我一直都覺得高中是一個 很棒很棒的地方 你同時要去探索自己未來想要做什麼職業 我要去顧及你的客業跟你的 其他部分 我社團那些事情還沒有做 家人會不會對我有什麼要求 就是因為這些壓力 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才能培養出一個 獨立面對事情的能力 我也是鼓勵各位高中生 積極的為自己的夢想前進 現在回頭去看 會覺得重考其實是一件 真的真的在人生中很小的一件事情 有問題的話 就都可以在頻道下面留言 資訊我的IG或是點數 加油加油 高中數學是我國三的時候 就先修完高中的數學了 段考方面我一定會讀過至少三次 前面四個禮拜 就會先把這次段考的範圍多萬 最後兩個禮拜就是一次複習跟一次複習 這樣我覺得每次段考才能更加有信心 寫題目的時候才不會不知所措 好 好 好